做成沙子的重力 這個是做成 做成那個 就是像引擎的概念 就是當這個重量 累積在這一邊它變重 它就掉下來 換這邊變重就掉過去 就變成一個像引擎在做動的地方 好 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把科學的一些東西放進來 不要只是 做一做 我一直覺得科學的東西 你學了一些原理 你要 它可以這樣運用 這樣比較有價值 不然很多都分開 學生教室學的 像我自己是生物老師 在上樹的年輪 那些東西 我都還跟學生講細胞的大小 那個課程內容 講完以後 在聚的時候 它也不會去 它不會去分辨說 軟的地方 我要怎麼處理 硬的地方要怎麼處理 其實那個就是課程內自然學科 裡面教過 我們現在不是說 講什麼素人素 我覺得那就是 你學了以後 你用到 學根又是兩回事 你實際在聚的時候 那個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學校